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间增加的开销不知道该怎么办 阳光基金会的社工员会评估每位口友的家庭经济与个人生理的状况 提供营养品交通还有生活补助 并且提供社福资源的咨询与转介 让口腔癌病友在经过一连串的治疗历程当中 能够获得基本的营养品的补充 出院回家后 我的日常活动遇到各种困难 像是嘴巴打不开 手背抬不起来 吃东西常会呛到 嘴巴常有不好闻的味道 不知怎么照顾伤口等等 可以怎么处理这些困扰呢 阳光基金会提供护理师 治疗师到您的家中 讨论有关生理相关的咨询与服务 包括护理 复健 语言治疗咨询 张口训练 吞咽训练 伤口照护方式指导 还有术后肩颈关检的活动等等 希望可以协助您 尽快地恢复日常的生活 这些服务都会由 阳光基金会的社工员 到您的家中 讨论您的个别状况 再评估提供适切的服务 欢迎您与阳光基金会做联系 我的亲人罹患了口腔癌 整天待在家中不出门 也不愿意见来家里关心的亲友 怎么办 生病之后 口腔癌的病友 常常面临外观剧烈的改变 嘴巴讲话不清楚 吃东西的时候 弄得身体桌上地上满地都是 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吃不出味道 东西一定要全部打过才能够吃 以及各种嘴巴破洞 身体的各种疼痛都一直在困扰着自己 以及会一直想到说经济上面的问题 还有我的生病这件事情疾病会怎么变化 这一连串的过程都让我们的口腔癌病友 还有家属感到非常的挫折 甚至退缩 请各位口腔癌病友及家属 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调试 因为这些状况都是非常常见的 阳光基金会提供许多的心理支持服务 由社工员及心理师提供资商以及支持性团体 还有许多的讲座跟联谊活动 让许多的口友及家属能够面对面 一起讨论自己的问题一起走出来 以及我们有一个口腔癌病友的服务队 让过来人提供许多的过来人经验分享 让我们的面对疾病的过程与压力 能够获得调试 欢迎与我们联络 经过治疗后 我很担心无法重新回原本的工作 怎么办才好 阳光基金会的就业辅导员 会与您一同讨论工作的期待 还有重返职场之前所要做的准备 包括就业的咨询 职业训练的资讯 还有找工作时候与雇主一同沟通 进行就业的媒合 欢迎您与阳光基金会就业辅导员联络 以上所说的服务是否要收费呢 阳光基金会是公益性质的社福团体 所有的服务都是由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所成立 所以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阳光基金会的服务呢 阳光基金会的服务对象是因口腔癌症状或治疗 而造成颜面外观损伤的朋友 我们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欢迎您主动打电话给阳光基金会的社工人员 或是由医院的各管师转介